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人一旦在物质方面得到满足后 便开始追求精神上的享受 而今电影、电视剧、各种娱乐节目 成了我们茶余饭后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也正因为如此 圈中人成了大家所关注的明星 圈中人响尽了鲜花和掌声 但不得不说 其实他们跟平常人一般无二 待光芒退进之后 也会黯然陨落 提到香港宏静一时的许氏兄弟 相信喜欢老电影的朋友 皆对他们的影视作品耳熟能详 但真要把这几兄弟的名字拆开来 除了其他几人之外 另外一人的名字 在观众心目中却是寂寂无闻 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就是已经去世九年的 许氏三兄弟中的老三许冠英 说起他的故事 孝中有泪,甜中带酸 1946年8月3日 许冠英出生在广东省广州市 父亲许世昌闲暇时 喜欢啦啦二胡 母亲则是乐剧的圈中人士 生长于如此小文艺的家庭 使得他从小便有一定的艺术细胞 许世昌夫妇共育五个孩子 老大许冠文 老二许冠五 老三许冠英 老四许冠杰 老五许朱迪 老大许冠文在1974年到1981年期间 许冠文自编自导自演的喜剧片 连续五次获得香港年度票房冠军 许冠文的喜剧风格自成一畔 拥有着极强的时代和地域特色 以冷面校匠之资成为香港首席邪星 并凭借1982年摩登保镖 成为第一届香港电影精像奖 最佳男主角得主 而他的成名作品 双星报喜 鬼马双星 半斤八两等等 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更凭借1989年推出的喜剧电影 鸡同鸭奖 斩获美国拉斯维加斯 国际喜剧最佳男主角奖 而老二许冠五 因为主要从事摄像 及后期等幕后工作 只是其偶尔会在 几兄弟的电影中客串露脸 搭配其余几兄弟 台前幕后结合 也算是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的典范 至于咱们今天的主人公 老三许冠英 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1976年 因主演喜剧电影 半斤八两而成名 从影40年出演电影三十余部 其中比较著名的电影 包括《僵尸先生》 《新僵尸先生》 《最佳拍档之女皇秘令》等等 因外形适合喜剧戏录 多出演搞笑角色而深入人心 因不善交际 许冠英并未婚娶 荧幕前 他给我们带来欢乐 荧幕后多数时间 却孤独生活 实在是让人唏嘘 至于老四许冠杰 应该说是 四兄弟里名气最高的一个 在音乐方面 《沧海一生肖》 《天才白痴梦》 《半斤八两》等歌曲 《快智人口》 是当志无愧的 香港当代流行歌鼻祖 也是香港流行乐 首个天皇巨星 因被称为歌神 老四的名气也与日俱增 所以许冠杰 被迫参加各种商业系活动 这与他最初进入娱乐圈 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初心相悖 因此1992年宣布退出歌坛 1993年淡出影坛 在自己名气最盛的时候 激流勇退 后来因为香港乐坛 包括家居 哥哥等天王歌手纷纷陨落 整个香港娱乐圈 尤其是音乐圈 陷入极度的低迷状态 在这兄妹五人中 老大老二老四 个个面如关玉 英俊潇散 老五许朱迪是个女孩 同样长得超凡脱俗 貌美如花 然而老三许冠英 相比其他几个兄妹 却显得有些不太一样 在兄弟中 个子最矮 长相最差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 长痞差了 当然 许冠英的仇 只是相对许家兄妹而言 因为长相不如其他几个兄弟 关注度最高的 都是其他几个兄弟 也使得他从小就在心里 埋下了自卑的种子 性格很是内向 娱乐圈是个非常讲究颜值的圈子 因为长得丑 以至于产生了自卑心理 是以许冠英从来没有想过 有朝一日会涉足演艺圈 更不敢奢望能在圈里星光璀璨 高中毕业后 少年刻苦的他 凭着过硬的外语能力 进入法国新闻社工作 成为了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过着两点一线的上班族生活 70年代 香港电影无疑是属于李小龙的 在那片天空 他是最闪亮的明星 在他的影响下 香港功夫电影渐渐崛起 此间 李小龙所出演的 《金武门》 《猛龙过江》 《唐山大兄》等热影电影 掀起一阵武术热潮 喜欢永春和节全道的武术迷们 呈现出疯狂的状态 走在大街小巷 很容易便能看到小朋友们 舞刀弄枪 相互鄙视 若是走串亲戚 随处可见用作练武的沙袋 当时的泱泱滑下 掀起全民健身的狂潮 休息国术成了热门话题 毫不夸张地说 当时少市营业影响力最大 几乎占据了香港电影的 半壁江山 发展态势锐不可当 而那时分属各个领域的 许氏兄弟 也慢慢地改变了发展观念 开始将眼光瞄准影视圈 这块肥得流油的宝地 蓄势待发 1971年 在以大哥许冠文为首的 三个兄弟 和及身边朋友的鼓动下 许冠英思索再三后 到少市影业 有限公司演员培训班学习 经过一年的休息 次年 许冠英献出自己的 电影处女作《年轻人》 1974年 为了寻得更好的发展 经过三年积淀 许氏兄弟立足于各自的特长 自立山头 创建了许氏兄弟影业公司 真正让许冠英开始小有名气的 是一部1976年出品 名为半斤八两的喜剧电影 在这部电影中 许冠英虽然只是以客串主演的身份出现 但向来性格内向的他 却以让人意想不到的演技 征服了观众 喜剧天赋随之崭露头角 1973年 在警察和叛逆这两部电影中 许冠英以配角的身份出镜 演技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在布先生系列电影开篇之作 《鬼马双星》中 许冠英搞笑能手的表现 让人印象深刻 届时 吴宇森的成名作 英雄本色票房大卖 此间便得到了许冠英的亲力相助 许冠英被观众真正熟知 自然是1985年和林郑英 钱小豪等一起出演的 僵尸系列影片 在僵尸先生中 许冠英饰演英书徒弟 文才一角 将傻乎乎的 老是被人欺负的倒霉鬼角色 定位得非常准确 在某一个桥段中 文才中了尸毒 需附上糯米 才能将毒性控制住 当英书为他附上糯米的瞬间 他疼得嗷嗷直叫 让人担心的同时又有些滑稽 僵尸题材的电影 主打元素就是恐怖 在这部影片中 我们不光感受到了这一点 在精神紧绷之余 也体会到了轻松搞笑的氛围 据悉 僵尸先生中注入的搞笑元素 就是许冠英提出来的 所以该片能够取得 如此优异的成绩 除了贡献精湛的演技之外 他的提议也功不可没 但凡喜欢英书僵尸电影的影迷朋友 相信都不会对这个片段陌生 这部影片是香港僵尸电影的开篇之作 林郑英也成了僵尸片的开扇鼻祖 即使时至今日也是无可替代的 作为演员 没有谁愿意当一辈子的配角 相比那些俊男 许冠英虽然相貌处于劣势 但他演技是毋庸置疑的 正因为如此 在1986年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 因为僵尸先生的成功 他获得了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如此荣誉面前 他竟然果断拒绝了 理由很简单 他认为自己并不是配角 而是绝对主角 徐冠英是截止至今 拒绝金像奖的第一人 时隔七年 林郑英和两个土地再度合作 写新作《新疆师先生重磅来袭》 票房成绩再创新高 如果没有真正去了解徐冠英 便不会知道 他除了能倒能演之外 其实在唱歌艺术方面 同样有着过人才华 重听徐冠英在《保利金》发行的首张专辑 《发钱函》 马上便被拉回到逝去的时光里 诸如《十足金两》 《虾妹恨嫁》 《你我人人之》等 朗朗上口的歌曲 以跳动的旋律 略显沧桑的嗓音 令人听起来回味无穷 1979年 徐冠英发行个人音乐专辑 《钱作怪》 让大家对他在歌唱方面的能力 有了全新认识 别看徐冠英长得很一般 但他是个随和的人 也非常乐于助人 所以他很有女人缘 1982年 一代歌后的丽君 邀请参拍《无线电视特机》 《小媳妇婚婚娘家》 在MV中 他饰演小媳妇 扮相非常讨喜 为MV增色不少 一直以来 徐冠英最大的自卑均来自长相 也正因为如此 在交女友方面 他都不愿意去尝试 直到2004年 已经58岁的他 才低调和一位非常崇拜他的日本的粉丝 凯优利交往 估计多年 终于得到了爱情的滋润 徐冠英其实是非常珍惜这段感情的 性格内向的他 勇敢地在舞台上 专门为女友唱了情歌 非常罗曼蒂克 然而当大家都认为 他终于找到了真爱时 他却失口否认恋情存在 一对真心相爱的恋人 终没能修成正果 2011年11月8日 因心脏病 在香港九龙堂 马可尼道的家中去世 享年65岁 非常巧合的是 他的师父林郑英 也是在这一天逝世的 若真有轮回一说 希望这对师徒 能够继续合作 一起起谈作法 降妖伏魔 一代喜剧大师 许冠英 就这样离开了 他的影迷和歌迷们 纵观其一生 虽然一路走来星光熠熠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又略显悲催 因为长相而自卑 因为自卑 而将幸福拒之门外 最后截然一身离开人世 这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不会是良好的结局 从许冠英老师的身上 不禁让人联想到 在压力越来越大的当下 因扛不住 而患上抑郁症的可怜患者 大家都知道 一旦患上抑郁症之后 亦怒亦躁 无论是对待亲人 还是朋友 对待生活 还是工作 皆会在一定程度上 失去信心和勇气 极端者甚至还会有厌世心理 这些年来 因抑郁而自杀的案例 不在少数 鉴于此 切以为 身上虽有千金蛋 也要笑着播明天